其實林天天 他是在做Youtube嗎 沒有沒有 他就是一個帳號而已 一個帳號 然後他在我們的兩岸議題或是粉紅圈 他是很有名的小粉紅 他常常出現 會講出一些很奇葩的言論 然後我就會把他設為置頂 你就會置頂他 所以是你造就他囉 對 是我造就他 你沒有把他ban掉喔 我沒有把他ban掉 因為我後來想說 讓大家來看一下 什麼叫言論自由 是 因為像我們在微博 我們不可能說出與黨對立的話 還被人民日報置頂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然後說讓你感受一下 我們台灣人對言論自由的體現 我就把他置頂 久了 他們之後來留言 然後他就紅了 所以他現在還是經常來嗎 他最近比較少 他之前前幾個月有露臉 然後他拍了一個 他月薪三千塊 然後還拍影片打聯誤 我有看到那個 你有看那一部喔 他就是零甜甜 就是三千塊人民幣 對 他就是零甜甜 然後他覺得很 他說他是那個嘛 餐廳 就是所謂的 酒 他大陸有一個很 很 叫做什麼 三個公司叫做什麼 996 對他996嘛 對那996 月休一天 日休一天 週休 週休一天 週休一天 然後996 996 就是 加班通常就是 也不給錢 就是10個小時 12個小時以上 然後他認為他身為這樣他很驕傲 對因為 照以來 他覺得在他們的地區物價是比較低的 他覺得 三千多塊他 雙反階級 對他覺得他是很厲害的 但是我有跟他們說這是一個謬論啦 因為 你說可能吃的喝的是很便宜沒錯 但是你要買一部手機 或是你要買一部車 不可能說在北京賣一萬塊 到你們比較偏向的地方賣一千塊 那不可能 也是很貴啊 他們一些奢侈品 還是 還是很貴 是啊 大陸有錢的也是都很壞炫富 也是東西都很貴 甚至有的比台灣還貴 各位 還有一些手錶啊 奢侈品啊 一些品牌汽車 其實他們大陸買車是比台灣還要 稅還要再高 對 就進口車來說 對啊 三千塊人民幣是相當於現在台幣 一萬一千多塊 一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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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差不多 一萬三千多塊 四點多嘛 四點多一萬三千多塊 一萬三千多塊台灣人好像會死 對 連在我花蓮國都無法生存 房租腳完然後連連吃大